诸位知诗 诸位居士 观星一直向今日分享 虚云老和尚 禅其开示 禅门之中呢 以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为要领 禅者佛之心 如来说法虽多 有以中下独胜 如念佛 还有参禅 这个都是属于宗门 念佛一法 亦由马鸣龙树之所赞扬 自远宫之后 永明远受禅师为连宗六祖 以后多由宗门下的人所弘扬 密宗一法 经异形禅师发扬之后 传入日本 我国极无相继之人 此恩宗 是玄壮法师所兴起 不久一绝 许云和尚在这一段呢 在介绍 整个佛教史 在中国的发展 净土宗 叫做连宗 密宗 到了日本之后 国内就没有相继 此恩宗 就是法相宗 又叫做违世宗 玄壮大师之后呢 后继无人 唯有禅宗啊 远远流长 天神归一 龙虎归降 八仙会上的旅洞兵 别号纯阳 金川人 唐末三举不地 五行归家 这旅洞兵呢 原来是要做官 但是呢 他去考试啊 三次都没有上 没有上榜 所以他就干脆去修仙了 偶然呢 在长安的九四 遇到钟离泉 受以严命之术 于是呢 依法修行 后来 吕洞兵就成为八仙之首 可以飞腾自在 云游天下 那他来修行 是什么因缘呢 其实他不是来修行 他觉得他自己是仙 是众仙之首啊 天下之大 无一对手 有一天呢 到庐山的海会寺 在钟楼壁上 在钟楼壁上 写下四句记 他说啊 一日清闲 自在身 六神 和和 报平安 丹田 有宝 修 问道 对境 五行 莫 问禅 他自觉啊 自己修行 是境界很高 不但生 能长命 不死 因为安如 炼丹 而且呢 心啊 也自在 自在到呢 比禅 还要高明 叫对境 五行 那这是一种 清静的境界 也是 逍遥自在 一个无心之境 这吕洞兵啊 禅法的境界 的确 有一个修炼 那有一天呢 他就经过黄龙山 结果就看到 紫云尘盖 我们知道啊 这山中 如果有 高人 在修行 这山呢 就会有 祥瑞之气 最高级的 祥瑞呢 就是 紫色的云 紫光 这个 吕洞兵 他是 一个仙人啊 他自然 能够知道 这个山川之气 就看到啊 在黄龙山上啊 紫云尘盖 就认为呢 里面 一定有 艺人 有高人啊 于是 就进去 入山 拜业 结果呢 就碰到了 黄龙祖师 几股 升座 于是 吕洞兵呢 吕洞兵呢 就混在 人群当中 随众 入堂 拼法 没想到呢 黄龙祖师啊 拍案 一说 今日有人 道法 老生不说 这 吕洞兵呢 就发现 自己 被 刑 刑击 被 试破了 于是 就出来 礼拜 他说啊 如果今天 是 承认了 就不叫做 道法 不说 则叫做 道法 于是呢 吕洞兵就说啊 我要来 请法 请问 和尚 如何 是 一粒 宿中 藏 世界 半生 当内 主山川 黄龙祖师 就骂他 你这个 守施鬼 吕洞兵说啊 我怎么 是守施鬼呢 真奈 囊中 自由 藏身 不死药 我不但 不是守施鬼啊 我还可以 藏身 不死呢 我已经修炼 成仙了 黄龙祖师 说啊 你是守施鬼啊 是对的 为什么 饶尽 八万劫 未免 若 空亡 你呀 即使啊 长命百岁 可以活到 八万大劫啊 哎呀 还是啊 在空亡之境 一个 死守的 禁戒啊 宇东兵呢 就忘记了 对境 无心 莫问禅 当下 就 非常 生气 飞剑 斩 黄龙 结果 黄龙祖师啊 以手 一指 这个剑 就落地 而 没有办法 再拿 这个 吕东兵啊 他的仙术 在这个黄龙的面前 使不出来 就知道啊 这个高人是 功夫 比他还高 蚕食啊 不容小觑 于是 就礼拜 悔过 请问佛法 黄龙祖师就说啊 好 半生当内 主山川 急不问 如何是 一粒 宿中 藏 世界 当下呢 黄 吕东兵 言下 顿悟 选址 于是 就写了一首 诗 忏悔啊 他说 抛雀 瓢囊 急碎琴 从今 不练 拱中经 自从 一见 黄龙后 使觉 当年 错 用心 他说 我把 自己的 瓢囊啊 行李 四处游走的 把它丢掉了 把自己 喜欢啊 抚情 弄墨 云游 四海 逍遥自在的习记 给 击碎了 我不再 眷恋 修仙之道啊 因为 这个道教的修炼 就是 安鲁链丹 把这个拱中 这个水银啊 这个拱 把它练成 金 有九转之道啊 但是呢 我现在 遇到 黄龙祖师之后 啊 就知道 原来我真的是 首诗鬼 自只会在半生 当内 煮山川 却不知道 一粒 树中 藏世界 好 我们知道啊 一花 以世界 一叶 一如来 什么是花呢 什么是叶呢 其实啊 就在我们当下 这一面 菩提 妙明真心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 就会向外持球 以为要追求人生的境界 莫过于修仙之道 莫过于无形之理 事实上呢 我们还是啊 一个首诗之人啊 守着这一 这一个身体 把这个色身 练到八万节啊 或者是长命百岁 却还是一个不明白之人啊 所以黄龙祖师就说啊 这个 你这个首诗鬼啊 你是落空王啊 好 这里呢 所提到的 吕洞兵啊 好 的确是很有悟性 他皈依三宝 就入了 秦兰为护法 所谓的秦兰 就是道场的意思 在道场当中呢 有天龙八部 都来护持佛法 其实也是在修行的 其中一种 众生 道教呢 在吕洞兵之手 也大兴起来 为北无主 此阳真人 有月因 祖因吉 而明心地 的南无主 那当然呢 在虚云脑上的一个修炼当中啊 他可以知道 这一切啊 这一切啊 其实一切法都是佛法 有的人听到了这个内容啊 就不以为然 认为 佛教都是自吹自擂 事实上呢 佛教 佛教并没有 佛教并没有觉得自己是至高无上 只是佛教的修行呢 可以通一切万法 而把自己修行的一个守之境呢 那一手悠闲 能够破除 能够突破 自我超越 到最后呢 修的一个真正的自在之境啊 所以啊 我们一般呢 就以为 自己是佛教的人 好像自己就是最高 其实也不是 凡事呢 有心之人啊 皆可成佛 在佛教里面呢 就是觉悟 人人皆可觉 人人皆可修 人皆可为遥顺 所以这是以上呢 是道教的一个内容 孔子之道呢 传至孟子师传 直至宋朝周莲熙先生 从宗门发明新地 成子张子诸子等 皆从事佛法 故宗门有助如到一切之机 那这里谈到的是 那这里谈到的是 孔子儒家 儒家呢 到了宋朝 叫宋明礼学 那从成仪成号之后呢 就有了这些融合 心性之学呢 在儒家成为作人处事之道 在佛家成为超脱解物之道 那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 法神会命啊 那现在啊 很多人把宗门这一法轻视 甚至于加以毁谤 真是造无间之夜啊 你我今日有此良缘 欲其圣因 要生大欢喜 发大誓愿 人人做到 龙天归衣 使正法永昌 切莫视为耳系 好好尽尽用功 今天的观星一致香呢 师父来到了乐山 在乐山禅修中心 我们正在面对着山 在禅修 四周呢 是蟲鸣鸟叫 伴随着青山绿水 的确在这个天然的环境 加上自己的静心 定心 明心 有一天呢 就会啊 真正了解 狂行顿蝎 蝎及菩提 大众在红尘当中 也莫忘自己的心 在红尘中修炼 随时关心 关心 让自己的心呢 可以在红尘当中 找到一个歇心之处 每天的关心 时时的关心 一切处所 一切时钟 念念不语 常行般若 这个是禅的妙意 也希望大众呢 行一禅 做一禅 欲莫动静 体安然 那这就是 修行的妙处 今日 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行顿蝎 蝎 己 自己 污议 普提 股 老由于 偶旧 优哈哈哈 凯地